英雲綿綿天氣不算太好 但為九份帶來不同氛圍 還是吸引不少遊客 週末來走走逛逛 不會啊 有另外一番風情啊 我覺得它很棒 其實我來自一個很熱的 雪的地方 所以這是不同的 所以我可以享受 遊客撐著傘穿雨衣 興致不減 預計午後人潮會越來越多 只是山區雨下不停 下週天氣又要轉壞 再來還要注意颱風 有天氣粉磚直言 三台鼎立11月非常少見 目前捷梗在高壓強勢導引下 跟隨銀杏腳步機率高 萬一颱風將進入 環境較差的區域 可能邊走邊減弱 但關島東南方的 熱帶性低氣壓 有機會在未來幾天 成為第25號颱風天吐 會不會成為四台鼎立的局面 得繼續看下去 熱帶的景氣壓 到了飛兵東方近海的之間的時候 就要觀察這個 太平洋高到它減弱的速度而定 如果減弱的比較慢的話 還是維持比較強的話 會比較邊緻的方向 進入到南海 那如果比較減弱的 比較早一點的話 有機會比較飛轉 氣象專家林登爾更指出 11月同時有三個颱風 要追溯到30年前 雖然陰性捷梗以及萬宜 對台灣沒影響 但要注意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是這四個熱帶擾動中 最有機會影響台灣的 在這之前還得把握好天氣 週一起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及東北部天氣稍涼 各地水氣增多 桃園以北東半部地區 以及恆春半島有直步短暫雨 中南部山區有零星短暫雨 預計週三白天 東北季風才會減弱 時序進入秋天天雖轉涼 海面上颱風人純純欲動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 綜合報導 在週三週四之前 這些熱帶系 太平洋這邊的熱帶系 大致上都是比較偏 其實方向前進 不過到了週四之後 週四週五之後的話 太平洋高的市場 有機會慢慢有稍微減弱 就是當這個 今天早上8點行程 這個熱帶驚心 到了飛兵東方近海的之間的時候 就要觀察這個 這個太平洋高 它減弱的速度而定 如果減弱的比較慢的話 還是維持比較強的話 會比較偏西的方向 進入南海 那如果比較減弱的 比較早一點的話 有機會比較悲轉 那後期的話 在週四 尤其週五之後的話 要觀察這個 太平洋高之後 它東退的一個速度而定 所以後期的話 天氣的不確定性 會比較大一點 那首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天氣 那今天的話 台灣附近還是一個 東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降雨的話 主要還是在淫風面的 桃園與北跟東北部地區 還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至於新竹、苗栗、花東、橫生半島的話 也會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狀況 那中南部大致上是維持多元到新的天氣 那排氣氛的高溫在北部、東北部 高溫大概在25度左右 那中南部跟花東的話 大概來到28到31度 那至於未來降雨的趨勢來看的話 明天的話 東北季風會開始增強 所以明天淫風面的降雨 會開始逐漸的增多 那主要的話 明天的話還是主要在 桃園與北、東北部跟東部地區 開始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尤其是東北部山區 明天開始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那至於在東南部跟橫生半島 明天也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東南部地區還是維持一個多元造型的天氣 那不過從週二一直到週三 尤其是週二到週三清晨這段時間 除了東北季風之外 會受到這個第23號颱風 帶來的外圍雲氣的影響 所以這12號到13號清晨的話 降雨會有所增多 尤其是在東北部東部地區 也屬於有陣雨的天氣 那至於在桃園、陰北還有 東南部跟 南部跟橫生半島也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那其他13區也都會有一些 領襲下雨的狀況 尤其是在12號到13號清晨 在東北部 東北部地區 基隆北安、大臺北山區 要留意會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那從13號白天開始的話 降雨的話會隨著東北季風減弱 那這些地方的降雨會慢慢的 逐漸減少下來 那目前來看在14號這一天的話 水氣上是最少的一天 所以14號這一天的話 各地大多數是多人道勤 就在 北部山區還有 東南部跟橫生半島 有些比較零星的降雨 不過從週五到週六的話 就是可能要是這個 即將形成 颱風的一個熱帶經濟地下 它靠近台灣的程度的地 不過從週五到週六的話 在水氣上面會有所增多 風向上 還是偏著東北風 所以在週五周六 在北部中半部橫生半島還有 中南部山區 開始也會有一些 短暫雨 那後期 15 16的天氣 不確定性會比較大一點 請多留意最新的天氣預報 那對於溫度的方面的話 在 明天開始東北季風會增強 那這波東北季風 從明天開始增強之後會持續到 周三的清晨 那這波東北季風的強度沒有上一波那麼強 所以低溫的部分 大概是維持在23度左右 那白天的高溫在北部 東北部 大致上在24、25度的一個範圍 那東南部 還是可以接近到30度的一個高溫 那從週三白天之後 東北季風就會開始減弱 週三的話 北部的氣氛會慢慢回升到 26度 到了週四、週五、週六的話 會再更進一步回升 接近到30度的一個高溫 那還是提醒大家 目前未來一週的話在週二一直到週三清晨 除了東北季風影響之外 會受到 那個 捷梗台風 外運氣的影響 所以在 激東北岸 東北部地區 大臺北山區 在這段時間 提防會有局部大雨的發生 那在 週二到週三清晨 北台灣 天氣會比較涼一點 那 另外的話 就是留意期末這個熱帶系統的一個動向 以上是今天上午天氣的說明 西北太平洋在9號生成 捷梗和萬宜颱風 加上銀性颱風 目前陽面上已經有三個颱風同時存在 關島南邊 捷梗和萬宜颱風之間 還有熱帶擾動發展當中 專家指出最快明後兩天 有機會增強為熱帶性 低氣壓或颱風 一旦生成颱風 就會是天吐颱風 不過是否形成四台共存情況 還是要看萬宜颱風的減弱速度 另外前氣象局長正明點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銀性颱風在清洗旅宋島過後 強度幾乎沒有減弱 還是相當完整的中度颱風 加上移動速度緩慢 很有可能在天吐生成的時候 銀性還存在 以時速10公里又在朝西北溪前進 估計還能夠多存活幾日 出現四台共存的情況 確實比較罕見 也有氣上粉磚指出 11月同時存在三個颱風 十分少見 歷史上只出現過三次 最近一次則要追溯到1994年 也就是30年前 氣象粉磚台灣颱風論壇表示 關島東南方的低壓 未來幾天內可能會增強為天吐颱風 路徑會隨著高壓減弱 恐怕會在菲律賓時北轉 是目前最需要注意的系統 董事新聞綜合報導 帶領掌握這三台共舞 已經是30年來首見了 因為今天下午2點的時候 這個颱風還有萬一颱風接連生成 難道還會有第四個颱風嗎 還真的有可能 因為在關島的東南方 現在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那麼接下來深層的話 可能會是另外一個颱風 叫做天吐颱風 我們先來講捷羹好了 捷羹颱風其實預計在下周二 下周三的時候 算是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時刻 但是因為還有一段距離 目前有1420公里遠 那麼下周二三的時候 頂多就是外圍環流的水汽 會對台灣 包括東南地區帶來一些影響 不過萬一颱風則是走到一半的話 它可能就會自己散掉了 目前對台灣來講沒有太大影響 但是天吐颱風接下來跟萬一颱風 會如何靠近台灣 這路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接下來這天吐颱風 還有萬一颱風如何影響持續觀察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 今天要帶您看到接下來的降雨狀況 又是如何 禮拜一開始上班上課日的時候 要留意東北季風再次增強 所以迎風面包括基隆北海岸 還有大臺北地區宜蘭地區 留意可能會有大雨發生 禮拜二禮拜三 東北季風持續影響 所以東半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雨會蠻大的 要一直等到禮拜三之後 這東北季風才會減弱 那麼溫度變化 則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尤其是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一整周看下來 白天高溫可以上漢到29到30度 但是陸夜或清晨低溫落在23 24度而已 日夜溫差比較大 北部的觀眾朋友則是要留意 在禮拜一開始 受到這東北季風增強影響 綠色這條線則是要留意 陸夜或是清晨 北部地區溫度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小心感冒著涼 最後的天氣提醒則是告訴您 目前海面上三台共舞 但是他們路徑持續密切觀察 但是漸漸影響還是會造成沿海風浪比較大 所以海邊盡量不要靠近了 至於周一到周三的話 絕對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也提醒觀眾朋友 尤其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留意早晚 這溫度會比較低